我是碩杯之 賴政凱 我們一起來看2023的經典賽 那我們先看到的是中華隊今天要打誰 剛剛講到古巴隊 甚至我現在戴的口罩 就是經典賽古巴隊的這場比賽 感謝老Z送給我這場口罩 好啦 我們這場比賽真的非贏不可 一定要贏 但是有個小隱憂 還是要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先跟大家講 12點再過不到1小時 中華隊戰古巴 晚上7點是荷蘭對戰義大利 為什麼要講到荷蘭 有關聯喔 等一下告訴你喔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我們的先發投手 富方悍將的陳士鵬 他的球速相當厲害 球到了尾端才會產生變化 所以對於打者來講 頭很大 根本不知道怎麼打 對於中南美之後打者更是難以對付 再來是有一個小隱憂就是什麼 往旁邊看到這些圈圈畫起來的 胡志偉 黃子鵬 吳哲元 陳冠宇跟宋家豪 這些強投沒有辦法出賽 因為一些賽制的問題 他們必須要輪胸 所以今天對上古巴就像慧榮剛剛講的 我們只剩下9名投手可以對炸了 總教練林月平也提到說 關於這部分 中華隊對上荷蘭隊 第八局他派上林正昌把關 因為控球他沒有受得主審的青睞 所以三人自警抓下一人出局 一個人出局數 那勢必中終要終結者宋家豪 來做一個結尾了 不過荷蘭還是贏得非常漂亮 那麼我們再看到前台灣大聯盟 及中職名將鄭錦毅呢 他也提到說對戰荷蘭呢 中繼一局無失分的陳宇勳 將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們看到古巴其實他們也沒好到哪裡去啦 像羅德 李奎茲跟伊萊斯也是因為用球 單場數限制65球 他們也沒有辦法在這場比賽出賽 但他好我們一點點的是 不論是用球超過30球 還是兩天參賽的 他有一些球員在今天將會回血 所以古巴合計有12名的球手 投手呢 可以用就比我們多了一點點了 所以看起來好像比我們有點勝算 但不要忘記像剛剛惠榮講的 我們的打線非常強 再看到中華隊晉級命運 我們這邊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中華隊有三種可能 哪三種可能 先跟大家講 關鍵一戰在3月12號 就是今天禮拜天 中午12點 剩不到一小時 大家趕快買好爆米花跟可樂準備來看 或者到台中洲際棒球場 看這場決勝負的一戰 中華隊現在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就是我們打贏了古巴隊 在最上面那種 打贏之後呢 我們將會以三勝一敗 A組第一名的成績 進到了東京的八強賽 將會對上的是B組第二名的 這是對中華力很有利的 因為中華隊這樣子以第一名進去 就不用馬上八強遇到強隊 可以先躲過 看能不能再搶一勝金四強 那第二種可能 希望不要就是打輸了古巴隊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晚上7點 我們就要禱告 意大利你要打贏荷蘭 我們才有辦法從A組五隊呢 都是二勝二負 兩種情況下來準備晉級 但是也不要高興太早 因為這樣子一旦情況下 大家都平手呢 就要比什麼 比哪一隊的失分最少 失分最少的兩隊要晉級 這對中華隊很不樂觀 因為還記得嗎 我們第一戰被打爆了是12分 目前我們的失分率是全部隊最高的 那麼第三種可能是什麼呢 就是最下面這種可能呢 是不希望發生的 就是我們打輸了古巴隊 結果晚上荷蘭還打贏了意大利 那麼接下來的情況下 那我們就無緣晉級了 好啦簡單來個總結啦好不好 就是中午12點的時候呢 大家一定要替中華隊加油 只有打贏了古巴隊 我們才是最穩的活路了 那麼大會規定有個小隱憂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連續兩天出賽的投手呢 你必須休息一天 要保護他們的手臂跟肩膀 才可以出賽 所以我們的陳冠宇跟宋家豪 是確定沒有辦法上陣了 啊沒關係 我們還是持續加油下去 世界經濟田棒球賽呢 中華隊今天啊 中午要跟古巴來打了 打贏古巴之後 就可以以預賽第一的地方晉級 那麼台北市長蔣萬安就表示了 答應大家的季品文來了 如果今天贏了古巴 將發500份的雞排 今天中午我們要退古巴 所以如果我們贏了古巴 就會前進東京 所以我就會發五百分雞排 五百分雞排 五百分 你怎麼先乾一下古巴咖啡了 哈哈哈哈 有等一下找機會 來喝一下古巴咖啡 把它喝爆 好 有沒有希望中華隊一定要贏 前進東京 我當然啊 我相信中華隊一定要贏古巴 我們一定要前進東京 我們齊齊加油 好啦我們現在可以知道中華隊真的很厲害 千萬不要小看我們 我們鎮壓荷蘭 荷蘭可是很多大聯盟的這些球星 還打贏 現在要先準備要佔古巴 那中華隊現在晉級呢 他拼的是什麼龍組 分組的龍頭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張玉成現在被封成 國防部長 打擊數來看呢 兩轟 在A組是占第一名的 就算把B組加進來一起比好了 跟很多打者都是並列最多的 那他本身還有 7分的打點也是A組占據第一 加上B組 只有日本的一個選手 吉田正上少他1分而已 那現在看到陳傑憲 綽號四爺 對義大利的五打席 都有上壘 且都是猛打賞 對荷蘭更是單場雙安打 總教練呢 林岳平他就提到 我們現在要怎麼樣 大量的得分 盡量的得分 一直的得分 因為這個隱憂 大家也看到了 我們的投手可能今天 稍微弱了一點 那麼打線就一定要起來 我們來場煙火撕殺秀 看到韓國 韓國媒體報導呢 台灣現在有分組 第一晉級第二輪的希望 擊敗強大的荷蘭 韓國現在很可憐 只剩下無慎的衝擊了 那麼大聯盟官網 摩納根也說到 A組現在情況 真的是一個大亂鬥 出現很多沒有預料到的事情 中華隊以二連勝的資資 保住了晉級的機會 而且今天如果再打敗古巴 還有月升分組龍頭 那麼滿場的球迷都見證 A組可以說是現在 最大的冷門了 就是我們中華隊 好了回顧經典賽呢 中華隊其實歷年來啊 打顧中華 像是2023年張玉成的兩分砲 滿冠砲 林子偉 楊春砲 吉利 吉撈 三分砲 跟吳念廷的兩分砲 所以我們可以感覺出來 我們的打線在2023年 相當火燙喔 2017年上一屆 張志豪 楊春砲 跟林哲軒的兩分 近2006年 彭正銘 楊春砲 跟楊代剛的兩分砲 還有陳庸基的滿冠砲 所以今年非常看好 也可以考慮一下 說不定這場比賽 會是個大分喔 好 我們再看到中華隊呢 在昨天晚上11號呢 打出精彩好球 立刻強敵荷蘭隊二連勝 今天中午在打誰 古巴 力拼 晉級八強 那目前有上萬的球迷 都湧入了這個應援 那最新的狀況 我們連線給記者戴君瑜 好的 主播 那中華隊呢 昨天是打出精彩好球 來擊敗荷蘭隊 那目前呢 戰績呢 一樣是兩攝一敗的戰績 跟荷蘭呢 是並列分組第一 那今天呢 對上古巴呢 可以說是背水一戰 非贏不可 那現場呢 也湧入非常多的球迷呢 此處渾身結束 要來幫中華隊應援 中華隊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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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隊呢 是由陳世鵬來擔任 先發投手 那雖然呢 中華隊首場比賽呢 是遭到巴拿馬狂轟十二分 但是中華隊呢 最近的狀態呢 已經逐漸回穩 甚至越打越好 那本屆三場比賽呢 已經轟出五支拳雷打 那在昨天呢 比賽完之後呢 緊接著中午的比賽 那中華隊球員們 要怎麼再調節體力的同時呢 延續火燙手感 來搶下這首輪預賽的最後一個勝場呢 這兩場下來呢 球迷呢 對中華隊呢 是相當的有信心 希望今天呢 能夠繼續來 立刻搶敵古巴隊來搶下三連勝 以上現場目前最新情況 把鏡頭交換給棚內 好了 感謝金魚在現場 跟我們這樣子 熱情的直播 那我們現在看到 還有什麼 台灣連續兩天在經典賽中 打出了很好的成績喔 其中有著優異籌手 優異表現的選手 張玉成呢 更是備受矚目 有粉絲就發現了 張玉成不管是全力打還是安打 都會擺出什麼 這個動作 一個敬禮的姿勢 值得關注的是這個姿勢 不但紅遍全國 就連國際也相當關注喔 在昨天 捷克對上日本的賽事中呢 捷克隊得分時 就有隊員在休息室 也比出同樣的敬禮手勢 讓網友感動啊 說直呼棒球經典賽 讓全世界都連結在一起了 今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呢 淺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 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 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一包 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 還有優惠搶好康喔